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她睡梦之中 她仿佛听见了惊吓的哭声 她努力地让自己醒来 想要告诉惊吓 自己没事 可是 她发现自己根本睁不开眼睛 逐渐进入到了梦魇之中 她凭借着自己的意志 终于战胜了梦魇 然而 等她睁开眼睛时 便看见惊吓 泪眼朦胧地坐在自己的旁边 一脸的自责和内疚 她慢慢地抬起手 想要给她擦拭泪水 可是谁料 自己的手臂却被包裹成一个粽子 惊吓看见路易醒来 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 她慢慢地扶住路易的胳膊 称怒道 你别乱动 你胳膊都摔伤了 关切之中带着些许的慌乱 摔伤了? 路易一脸疑惑地看着惊吓 嗯 后来悬崖峭壁上没有树藤了 我们便一起摔了下来 惊吓紧张地看着路易 她不会是摔到脑子了吧 怎么像是失忆了呢 我知道 只是这是谁给我包扎的 路易看着自己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臂和身体 心里略有些烦躁 我们是被老先生救下来的 是他替你包扎的 惊吓回头看了一眼端着要玩的老先生 他调皮地冲着路易和惊吓摆了摆手 路易虽然一脸不悦 但是终究是没有说出什么 只是对惊吓道 帮我解开 我没有这样严重 真的可以吗 惊吓不敢贸然出手 毕竟他也不是医者 嗯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你先帮我解开 得到了路易的手啃 惊吓小心翼翼地帮路易解开包扎的布条 他的手臂被划得全是伤痕 已经被简单地处理过 但是划痕依旧清晰可见 惊吓看了看自己毫发无损的胳膊 内心满是内疚 他是为了护着自己 所以才会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吧 路易见惊吓一边解开布条 一边流泪 再一次伸出自己笨拙的手臂 替他擦了擦 别哭了 你不是说女人的眼泪不能轻易流吗 你下次别这样护着我了 我心疼 我也没有那么娇弱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 若是我连你都保护不好 我还怎么保护他人 所以 别哭了 要是这些伤痕在你身上 我更心疼 老者站在对面 听见这对夫妇俩你一眼 我一语腻腻歪歪的 直皱眉头 哎 没眼看呀 他不禁感慨 这人呀 果然是娶了媳妇 便会变个模样 这哪里还有 昔日锦衣卫的风采 今夏帮路易将身上 包扎的布条全部拆除 路易只觉得浑身轻松好多 他试着动了动胳膊 并没有骨折的现象 只是跌落过程中的擦伤而已 今夏见路易没有大爱 心方才安定 他略有些不满地回头 摆了那位假老者一眼 都怪他 害得自己以为 路易受了多大的伤 害得自己白白流了 那么多的眼泪 老者看见今夏的小动作 无奈地笑了笑 我都说过了 我不是大夫 我能将他给包扎上 你实属不易 你这个小丫头 不可恩将仇报 说完 他便端着草药 走到路易和今夏的面前 将罐子内 刚刚倒好的药端给今夏 继续道 把这个药给他敷上 能缓解他的胳膊拉伤之痛 你确定这个药管用吗 今夏接过药罐子 一副不幸的表情 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可以怀疑我呢 想当初 我这个药给那个骨折的小狗 涂抹上 不到半个月 那小狗便活蹦乱跳的了 路易听闻 无奈地白了面前之人一眼 哎哎 这么久没见了 还是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今夏端着药罐 闻了闻 依旧是一脸不情愿的模样 犹犹豫豫 不知道 要不要给路易夫 是可杀不可辱 小丫头 你这样太侮辱人了 老者略有些怒了 今夏自然知道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的道理 只是 好了 你别逗他了 这个药你 还是拿回去自己用吧 我不用 还未等今夏回答 路易便率先替今夏 做出了选择 只是 听这语气 莫非路易和面前 这位老者认识吗 今夏疑惑地看了看路易 又看了看面前的老者 无趣 又被你给识破了 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 老者不再伪装 连带着声音都变了 这哪里还是老人的声音 分明是一位极具雌性的少年声音 就你那点小伎俩 能骗过谁 路易被今夏扶着坐起 漫不经心得道 怎么就是小伎俩呢 你看看 我这一荣树 难道不像个老人吗 男子有些急了 摸着自己的胡须 让路易见别 还未等路易说话 只听今夏道 你的面部伪装很到位 包括你的声音也很像老者 不过 你貌似忘记了你的脖梗之处 老人的脖梗之处 怎么可能没有皱纹呢 今夏说完后 路易得意地看了一眼男子 似乎在告诉他 你看吧 说了你的伪装数太差 这回信了吧 你也看出来 那为何还要一口一个前辈的患者 我又不知道你是敌室友 不知道你为何伪装 只能假装没有识破 和你周旋 降低你的戒备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 我和路易的安全 路易 你这夫人不得了呀 哪里找来的宝贝 好了 别打去了 说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嘛 就说来话长了 那就长话短说 我说路易 你这个人可真不会聊天 我们这么久没见了 见面你就怼我 你伤害了我的心 杨无心 你还有心吗 今下一听见这个名字 扑哧笑出了声 天呀 怎么会有人 取这么怪异的名字 居然叫无心 杨无心 怒瞪着陆毅 凶道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不要叫我本名 我阳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